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學家學家try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我做這個港式的焗豬扒意粉 其實我想這麼說,很多人來到加拿大不習慣 因為以前在香港也會有工人,其實回到家放工什麼都不用做 但是來到加拿大,你就要有個心理準備 不論男也好,女也好,放了工回來也是要自己做家務,要煮飯 因為其實這裡請工人也不是那麼普遍的 我以前在香港其實是不懂煮飯的 但是來到七年,都沒有辦法馬死下去走,都要逼著要學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這個港式焗豬扒意粉 首先,你當然要用來豬扒 那些豬扒我建議最好選一些比較深色的,不要選一些白色的 因為深色的,通常的豬扒會比較軟 首先要做的,當然買回來就要醃 但是醃之前,如果想豬扒比較軟 就要用刀背剁一下豬扒 那些豬扒會比較軟 不需要剁很久,輕輕地剁一剁它 底面也要剁的,OK 剁好了之後,就可以放在一邊,等下我們再用來醃 今天我們買了五塊豬扒 這裏是10.68元,即是六十多港幣 其實就已經夠焗一盤的豬扒意粉 我這裏稍後會繼續剁,等下我會教大家怎樣醃豬扒 OK OK,那豬扒就好了 那現在就要醃了 那通常呢,我就會加些麻油 你可以加多一點 然後呢,就是加些酒 然後呢,就當然要醃豬扒 然後呢,就當然要醃豬扒 其實呢,我就沒有什麼份量的 其實都是憑感覺的 那當然,你不能加太多 醃豬扒 因為太鹹就沒得夠的 然後呢,就加少少少胡椒粉 然後呢,就加少少少的鹽 然後呢,就當然要拌一拌它 那你可能會說,咦,為什麼這麼多塊豬扒 其實呢 其實呢,這裏呢,就應該夠我們一家四口呢 就是晚上那頓飯 還有呢,都夠應該明天的lunch 那,為什麼我會煮這個焗豬扒意粉呢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呢 我太太,一個星期六日都會煮飯 那所以,通常我都會煮一天 就等它休息一下 還有,那些小孩呢 其實都很喜歡吃這個焗豬扒意粉的 那,所以就 有時候,心情好的就會煮一下 當然,那其實都複雜的 因為,都幾多工序要做的 那,就,你把它醃好了之後呢 那,大概一個多小時後呢 那,稍後就可以煎的了 那,當然,這一個多小時 我們可以預備定其他的東西 那,譬如說,好像豬扒意粉的sauce 那,那個醬 那,稍後我會,就在等著的期間呢 就稍後去做這個sauce 那,就那些豬扒意補了 那,就大概等一個多小時 那,我們就可以煎的了 那,稍後見 稍後,我們都要煎牛扒 用來煎牛扒 放些油 那,最後,就花了 那,要用去煎牛扒 然後開始煮了 薯片 薯片 才會鮮 先煮在煎 煎沫 現在就是教大家 醬汁 首先加點油 然後 先把洋蔥 我們就要用這個 叫做蕃茄醬 醋味道可以 大概用兩罐左右 好 煮了一些意粉 這些都是普通的 大約煮十分鐘 不要煮得太軟 因為如果太軟 再烤會一坨漿糊 我大概煮了十分鐘 放在盤子裡 放平 然後就可以放些豬扒上去 我大概 因為想多一點 少少汁 我就放三塊 把盤子放進去 放了之後 剛才我們預備好的 醬汁 你可以 滾斑少少 然後就可以 把它鋪上面 好 最好全部 蓋上 意粉 因為 如果不是 意粉 就會 焗的時候 很容易焦 所以 放些醬汁 好 OK 那 大概 我們就會用 這個 400度的火 即是華氏400度 焗它 15至20分鐘 接著 我們會拿出來 會加一些菠蘿 上去 還有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芝士 OK 我們現在就把它放進 焗爐裡 焗一焗 那就是 15至20分鐘 OK 好 OK 現在 大概焗了 10分鐘 就是這樣 我想 再焗多10分鐘 我們才可以加芝士 記得焗的時候 是用 Bake 功能 放在底下 焗 大概 15至20分鐘 當然 你要看一看貨 OK OK 經過 焗了20分鐘 樣子就是這樣 醬汁就會 收一收 接著 現在要做 就是要加芝士 其實 芝士 這些都是 叫做 Chatter Cheese 你可以在超市場買 我自己剛才 也是 買一大塊回來 就把它刨水 記得 全部把它 灑在上面 如果 比如說 我家人 喜歡 吃多些芝士 你可以放多些 我建議 就像我那樣 找一個盤 浪一浪 因為 到時 芝士會用 如果你沒有 這個盤 墊著 可能 芝士就會漏到 你的爐 下底 全部都是芝士 這樣就 很難洗 OK 好 加了芝士 之後 當然 可以加菠蘿 例如 我家的小朋友 喜歡吃菠蘿 所以 加多一點 我通常都會 放芝士 才放菠蘿 因為 稍後 我們會用爐 另外一個功能 叫做 broil 在上高 上去 所以 那些菠蘿 到時 會 小小 凍 現在的菠蘿 都很多水 這樣 就會收一收 水 這樣 就會乾身一點 OK 好 差不多 記住 我剛才說 要用 broil 功能 好像我的爐 可以選擇 high high 和 low 記得選擇 low 因為high 很容易會焦 OK 我待會放進去 再給你看一看 OK 現在大概五分鐘 芝士 已經溶了 但是 還未夠溶 還有菠蘿 開始慢慢收水 或者再煮多幾分鐘 好 好 登登 終於經過幾個小時 這個 港式焗豬派意粉 完成好了 當然是很多工序 但是應該都幾好吃 我自己覺得 at least 其實你除了可以用意粉之外 如果喜歡用飯 當然要再麻煩一點 就要炒飯底 但是 我家人就覺得意粉也可以 不需要再炒飯底 或者給大家看看 打開 來看看 其實芝士已經溶了 裡面的醬汁 各樣的醬汁 各樣的醬汁 以粉可以拌進去 OK 好 今天就到此為止 現在 要開飯了 不說了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訂閱的鈕 以及按鈕 當我們有新的更新 你會第一時間知道的 OK 多謝 拜拜